4月16号,复旦大学医学研究生黄阳离奇中毒死亡 警方经过调查证实,是黄阳的室友林某在宿舍的饮水机内投毒所致 随着案件的高破,媒体的焦点迅速转移到另一起类似的案件当中 也就是清华大学化学系女生朱令被投毒一事 19年前,清华女生朱令被人为重金属,她投毒致残 是谁投的毒,毒品从何而来,19年间案件悬而未决 现在,媒体就是重提,网络舆论矛头直指朱令清华同宿舍好友孙伟 一时之间,关于孙伟那说不得的神秘背景和作案动机 以及此案迟迟没有结果的议论声充斥网络 而这已经是朱令事件发生后网上第三次关于朱令案的舆论高潮 那么这次真相又能大白吗 北京人朱令,1992年考入清华大学 入读化学系物理化学和仪器分析专业物化二班 1994年,朱令开始出现奇怪的中毒症状 在几经辗转治疗后,1995年出院返校上学 没多久,朱令病情恶化 在检查中被查出是她中毒 经过十年多的康复治疗 由于她中毒损伤的不可逆转性 朱令的智力,视觉,机体和语言功能都没有得到恢复 留下了永久的严重后遗症 朱令的生活根本无法自理 必须有年迈的父母照顾生活起居 她是一种剧毒化学品 据公安局有关人士说 当时北京市工作中需要使用她和她研的单位只有20多家 能接触到她的只有200多人 警方立即介入了朱令案 他们首先排除了朱令本人曾使用或接触过她研 也排除了其家人和亲朋接触过她研 朱令家人委托的两名代理律师指出 根据警方目前提供的情况来看 有人故意投毒是朱令中毒的真实原因 并根据清华大学女生宿舍的严格管理 进一步推断朱令身边就有凶手 很快朱令的同学室友孙梅被列为此案的重大嫌疑人 1997年4月在正式立案两年之后 北京警方对朱令案件犯罪嫌疑人孙梅采取了第一次突审 但是从1995年至今这个案件没有进入法庭阶段 北京警方一直没有宣布侦破此案 也没有公开任何有关的细节和原因 1997年4月初 北京市公安局退休老公安王补 曾经专门找到了朱明信夫妇 提醒他们作案人应具备的几个条件 一 在1995年2月20号至3月3号期间 能够接触到朱令的饮食起居 能不使朱令察觉投毒 二 熟知朱令活动规律 生活习惯 掌握投毒的时机和场合 三 懂得他言读性 读理 四 可以接触到他言 五 有作案动机 六 有异常的表现 时至今日 朱令的父母坚持认为 此案是蓄意投毒 而最大的行人 就是和女儿同宿舍的孙某 还要查出来化工商店里 由清华大学买他的发票 再查到是化学系 他们那个实验室 那个实验室老师底下身为 参与这个事情 能接触到这个事情 他就是觉得这个人 从小的教育成为好强 晚安 不服输 看不起人 什么东西 就是他觉得 从性格上讲 这个是主案的 朱令父母说 判断孙某是最大行人的依据 主要是有以下几点 一 当年新华大学 曾经向他证实 孙某是校内唯一有机会 接触到他的学生 第二 检验结果表明 朱令先后两次他中毒 而第二次中毒地点 就在宿舍之内 三 他们向警方报案之后 没几天 朱令过往的宿舍 就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窃案 唯一丢失的 就是朱令曾经用过的 一些洗漱用品 这是在销毁投毒证据 而多年前 在王补去世之前 曾经私下给吴承之 一份有关于凶手的文件 这让他更加坚定了 孙某就是凶手 但是在1998年8月 警方宣布解除孙某的嫌疑 因为没有任何证据证明 他和朱令中毒有关 2006年1月9号 孙某又试图委托家人 要求公安机关 申请重新侦查此案 但是此后很长一段时间 并没有听到此事 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的消息 今年 朱令案再次被翻开 4月18号 孙某再次在天涯论坛 以孙某声明为名 发布了一篇文帖 他说这么多年 和很多人一样等待真相水落石出的那天 尽管如此 19年中 关于孙某是投毒凶手的说法 却一直在流传着 很多人说 因为孙某曾是高干子弟 所以投毒案的真相 无法得到查实 对于孙伟的再度澄清 朱令的同学被制成 则斥之以离 他翻出了之前 孙伟在网上发布声明前 给几位同学的发帖指南 而在这份据称是 黑客截取的邮件资料当中 发现人孙伟详细指导同学 如何从人体 社团状况 学校管理等方面 维护他的要求 其中提到了 最好不要用自己家的电脑 IP 不要给朱家提供额外的信息 以及拒绝记者采访要求 等注意事项 从而让自己的辩解看上去 更加真实可信 而朱令的一位大学同学 则也在网上发文细数了 当年朱令所在的物化二半类 因权力斗争 利益斗争 而产生的各种勾心斗角 并直言 室友们很烦朱令 因为朱令每天晚归 很少做职日 给很多人在生活中带来不便 更甚的是 他总少不了在言语上 给人鄙视和奚落感 于是他遭到投毒 是在所难免的 但这样的声音 却似乎永远只停留在网络上 这些消息 似乎也没人去真正核实 而关于朱令的案件 也迟迟没有一个结果 只留下痴呆的朱令 和他年迈的父母 朱令遭投毒一案 我们和大家一起等待真相的水落石出 从马家决案到黄阳案 大学里那些睡在上铺的兄弟 到底有多大的仇恨呢 其实啊 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希望有一个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都希望能有和谐愉悦的人际关系 大学寝室关系现在沦落到感谢不杀之恩的地步 一些脆弱者的商部企业 看似是一种个性化悲剧因素使然 但背后却有着深层的社会根基 在复旦投毒案犯罪嫌疑人林某的微博中 有这样一篇博文 概括了许多当下学生的思想焦虑 不孝有三 学医 读研 单身 被父母催婚的年纪 浮躁的环境 急功近利的心态 本该有的年轻人的意气风发 逐渐被逐步靠近的现实瓦解 剩下的只有越来越不自信的内心 与不坚定的信念 为分数论教育 还会产生多少黄阳诸令悲剧 我们不得而知 但是 这些鲜活生命所敲响的警钟 希望不仅仅引起警方的重视 更能够引起教育界的重视 感谢观看 宝宝